不要拍 打二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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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觀眾朋友 您現在看到的這場比賽 是六十五公斤級的超級戰 紅方選手 來自新武創新搏擊俱樂部的劉明欣 藍方選手是來自阿根廷的托米巴利奧斯 是 這個托米巴利奧斯啊 是幫他的這個同個拳館鐵頭弓 那個鐵頭弓 維克多來復仇的 因為上一次劉明欣在五年峰首秀啊 就擊敗了老五拳館的高手 要說到這個托米 他有個特異功能 他臉皮有橡皮的功能啊 他這個臉皮可以拉得很開啊 離這個臉皮至少這個五公分以上啊 這種超強的彈力 讓他在這個打泰拳的時候 從來沒被開過口 人家怎麼怎麼就用走畫他的頭 都沒事都不會破口 太強了那個橡皮功能 剛剛我在後台還有測試他 真的一拉就開了 對 太厲害了 天生適合吃這堂飯的 哦 有點晃哦 有感覺 那我們再說一下這個托米 他五歲先練中國功夫 能夠吃三歲 因為要賺錢養家 所以改打這個自由伯吉 然後目前擁有四條的腰帶啊 劉明星這是第二次登上武林峰的擂台 是 是來自新武創新博基俱樂部的一位新人 對 那我們的托米啊曾經也跟盧俊打過 盧俊也是很厲害的 但是呢這個托米這四回合 用橡皮糖的黏功 黏勝了這個盧俊 這相當的厲害 來 那這一次呢托米是一個人來的 那台下的教練是個老派 他是人很好爽 然後很熱心的當他的教練 來指導他 走 那可以 那 翻 其實在我們的比賽的過程當中 就是出現的 最多的我們的規則當中 不允許的運動員使用的動作 就是這個雙手固緊 是 這個是他們 訓練當中的一個習慣呢 還是 對 訓練當中的習慣 如果是拳擊運動員的話 他就不太會有固緊這個動作 因為在拳擊裡面 很少人會去教這個固緊吸狀 因為沒有吸狀 他最多會抱你的腰 那但是太適了這個打法 一定是要固緊的 因為固緊之後才有辦法做西狀 所以幾乎所有打過泰拳的 來都會有這個毛病 這沒辦法的 你看 又開始了 因為他們沒有用 K-1的這個規則去做訓練 老虎俱樂部也沒有特別幫他們講 哪些可能會犯規 哪些不犯規 包括這個播球拳管的人 來都還傻傻地一直犯規 對 這在我們規則當中不允許 我們會有兩次的提示他 如果第三次出現的話 就要扣分了 對 來吧 那其實還有很多 包括之前的倫彬妮的這些冠軍來 都以為自由搏擊很簡單 我就是不出走 然後不聯繫 那就行了 或是不抱你就行了 其實有很多技巧的 是的 就是規則的差異化 如果你不能很快地適應的話 其實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很制約你的發揮 對 隔行如隔山 跨了一種領域之後 就要去研究他的一個規則 跟細節 好 看一下慢放 好 所有的位置是淘寶官方 商城上線了 看五零封打開手機淘寶 搜索五個六 參與紅藍陣營的精彩 最有機會抽最高 昨天九百九十九元 在現金紅包 幫你清空購物車 更多商城品質好貨 請你來選 好 我們再跟各位觀眾介紹一下 雙方的諜對諜的戰術 這一個藍方托米 他知道這個我們的劉明星比較高 所以他跟他的同管這個鐵頭弓 研究過之後 就會先集中攻擊這個我們劉明星的 肚子跟腿 等到劉明星痛到彎腰之後 就會打他的頭 看這個比賽前的準備 做得比較的充分 劉明星 那劉明星呢 準備就是打對攻 但是呢 現在托米的對攻是比較厲害的 好 現在劉明星也是打對攻 對 他是這個朱斌的第一批的弟子 所以朱斌現在在台下非常的緊張 對 其實兩位的身高差距有六公分 沒有說特別的差距特別的大 劉明星是1米76 對 托米是1米70 可是呢這個在場上看前 這個劉明星更高一些 對 那剛剛這個托米的後手的延伸延伸得非常好 所以導致於劉明星在往後跑的時候還是被打到了 好 近身 好 這個藍方的一個迎擊的腿法做得不錯 雙方現在展開對攻 有效果 有一個劣欠 有一個感覺 好 在第二回合 雙方都已經出現了有效的擊打 對 好 你看這一波的進攻也讓劉明星自信了很多 對 好 現在裁判也非常緊張 對 打分裁判要看誰的有效擊打比較多 因為這是我們的這個打分的第一個要素 對 首要考慮的一個要素 對 對 小心 再來就被扣分了 現在藍方這個後手拳打完會拉的這個習慣非常好 對 對了 朱斌已經下指示了 不准退 打對攻 這個老泰啊 就要打身體 其實老泰那個老泰中文非常好 好 好 劉明星是很努力的要頂住 但是對方身體素質其實是比較強大的 對 好 這兩個現在已經有點累了 是的 因為這個第二局火拚真的是非常辛苦 不要消耗停哦 是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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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時候想辦法用體重把它壓進去 純粹用這個手臂的話會很痠的 還有最後的幾秒鐘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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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這個呼吸要調整 走 哇 這一局很激烈 是 這個東西是觀眾喜歡看的 是 武林峰聯合騰訊新聞急速版為大家準備了十萬現金紅包 只要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支持你喜歡的選手就可以領取 好 兩根誰先打到誰 結果是劉明星擊中了 結果我還以為權在後面還好 好 好 第三回合 來 托米跟台下示意 給我點掌聲吧 很會互動 很會互動 好 第三回合 好 第三回合 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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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今天呢 托米的拳發揮得沒有特別好 在評價的話呢 他的拳是更為規範的 那因為現在呢 我們的劉明星向前壓了 所以讓托米的拳有點變形了 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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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び 誒偽 誒 我 兩個人都做身體打擊了 哦 它其實身體打擊啊 這就殺傷力也是非常大的 對 所以看這個劉明星呢 瘦歪瘦但是呢 那個爆發力很強 是 快 要進去 來 拖 牙胎 拖 其實今天劉明星 李卓人 比较不一樣 就是說因為上次跟鐵頭弓打過之後他覺得自己有速度 但是呢力量不夠 所以特別加強力量的訓練 李卓人 加強力量的訓練 李卓人 所以今天產生的效果又是到第三回合 李卓人 開始要把我們的橡皮人 托米給打 打回去了 哦 有機會 小心 李卓人 要有搖閃 這時候吃虧了 少了一點搖閃的技巧 那托米呢 就一邊驅逼 一邊做一點不是很規範的搖閃 但是呢也躲掉了好幾拳 哦 這個劉明欣要注意 重拳之後呢 劉明欣的瞬間是有點呆的 沒有做出這個閃躲或是環擊 要注意 這非常緊張的第一回合 最後一回合 第一回合應該是藍方贏 第二回合應該是紅方站上空 現在就是關鍵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 哦 其實呢 這個托米打前手 掉後手的這個掉得很明顯 不知道劉明欣有沒有看到 他有沒有看到這個漏洞 對 你就起個前腳的高掃就有了 劉明欣前腳高掃 哦 哦 很可惜 劉明欣沒有發現 劉明欣 回去可以苦練一下前腳高掃這招 哦 反倒是你看這個托米在用的 前腳高掃用了兩次 對 所以劉明欣還是要 看自己比賽的 視頻的時候去總結這些 是 那前腳高掃很難練的 對 要苦練才練得成 是 劉明欣 不然派出一隻更兇的阿根廷老虎 不知道有沒有幫得 劉明欣給咬傷了 劉明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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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结果 篮 放射 赢了